大家好,我是星君。今天介绍,根据真实事件改编,人类首次在太空行走的冒险电影《天际行者》故事开始于1963年,这个时候美苏两国正在进行太空竞赛。由于1961年时,加加林已经完成了登陆太空的壮举,接下来两国都在竞争先一步让人类太空行走。 为了抢先美国一步,苏联宇航局就决定将原定于1967年的太空行走项目提前两年,也就是1965年进行。这无论是对制造飞船的工程师们还是宇航员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而为了保证宇航员的安全,总设计师要求制造两架飞船,一架用来测试,另一架才是真正的载人飞船。而伴随着这个背景,我们的故事也正式展开了。 男主与搭档就是这次项目的宇航员。一次飞行时,天空中刮起了大风,男主是个极具冒险精神的人,他非要拉着搭档一块跳。 结果过程中,搭档慌乱起来,导致了降落伞破裂,搭档重重地摔在地上,小腿严重受伤。上级只好又选出了另一名宇航员来替换搭档。 然而男主却不肯放弃他,为了让搭档恢复,男主偷偷来到医院给他做起了负重训练。 然而没垃圾下,训练器就坏了,搭档疼得叫了出来,男主只好离开。 而由于时间紧迫,制造飞船的工程师们也整天加班降点。 期间,一名工程师触电,从架子上摔下来死去了,但这依旧没阻挠大家完成任务的决心。 而搭档也没有放弃,他开始用医院的床训练,并很快就能跑动。 为了让搭档通过测试,男主还经常给负责测试的医生送花。 然而最终,搭档还是没通过测试,医生给出的结论是,搭档的年龄偏大,而且受过伤。 男主不肯服输,他冲到了总设计师的车前,并指着搭档说,他已经完全恢复了。 男主的一番话打动了总设计师,搭档又重新当上了宇航员。 很快,用来测试的飞船就升上了天空,上升的过程很顺利。 然而在下坠时,这艘飞船却发生了爆炸,导致出舱的所有数据都丢失了。 这就意味着宇航员要盲目上天。 总设计师本想将项目推迟一年,让美国抢先一步也无所谓了,毕竟人命才是最重要的。 但男主却说,自己从小忍过鸡挨过饿,战争都没杀死他,那这次任务自己也能顺利完成。 同时,搭档也站在男主这边,两人成功说服了总设计师。 终于,在1965年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,两人在媒体记者的欢送下,穿着宇航服登陆了上升二号飞船。 在经历了点火上升以及两次分离后,他们顺利来到了太空中。 搭档是驾驶员,而男主则负责出舱行走。 在打开舱门的那一刻,男主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 虽然既然安全绳,但出舱的过程,男主还是比较谨慎的。 他颤颤巍巍地迈出了第一步,全苏联人都在关注着他。 有电视的看电视,没电视的听广播,这一刻举国欢腾。 男主也兴奋地拍起了照片。 然而没过多久,宇航服内的舱压却突然上升。 男主肿胀成了一个球,动弹不得,并开始四处乱撞,还与指挥中心失去了联系。 这下完蛋了。 指挥中心的将军想抛弃男主,然而总设计师却不同意。 他命令搭档出舱拉回男主,但这样做的风险很大,稍有不慎,两名宇航员都会丧命。 那辛苦几年的成果也会永远地留在太空中。 好在搭档出舱的那一刻,男主又回到了舱口。 由于时间紧迫,男主只能违反规定,头先进入了弃闸舱。 然而深空的舱门却没有关炎,而且男主浑身肿胀,根本无法转身关门。 危机时刻,他只好放掉了宇航服内的氧气,并挣扎着转过身去,才关闭了舱门。 不过随后,男主就因缺氧昏迷了过去。 索性最终,在搭档的抢救下,男主恢复了过来。 在与指挥中心取得联系后,两人进入了着陆程序。 他们释放了弃闸舱,顺利的话,在绕行地球15圈后,飞船就会自动着陆。 两人则需要等待22个小时。 然而在最后两小时,却又发生了意外,飞船某处发生了轻微的破裂,导致舱内开始不断补养气,舱压急剧上升。 男主刚躲过了缺氧,现在又要承受罪氧。 总设计师则命令两人去手动关闭补偿泄漏检测器。 然而由于氧气中毒,两人全出现了幻觉,搭档直接昏迷了过去。 危机时刻,还是男主坚持着,并在昏迷的最后时刻拔下了补偿泄漏器的管子。 随后,苍牙恢复了正常,两人顺利醒了过来,而困难却还远远没有结束。 由于刚才的事故,导致飞船错失了最佳着陆地点,两人要么手动着陆,要么就会永远地留在太空中。 将军认为手动着陆偏差大,稍有不慎就会坠入到其他国家,调到中国还好,要是调到欧美国家,那所有机密可就白白送给人家了。 所以将军想放弃两人,总设计师不同意,毕竟活着回来最重要,领土问题可以日后再想办法。 总设计师让两人手动着陆,两人接到命令后,开始启动点火装置,并手动瞄准起了降落地点。 随着下坠速度越来越快,飞船在天空中擦出了火花,开始像流星一般急速下坠起来,等降落到大气层下面后,载人舱室的上部弹出了降落伞。 两人平安降落到了西伯利亚的一片雪山荒林中,他们非常的兴奋。 本以为开门后会有很多人迎接,结果等来的却是一片冰天雪地。 而且不幸的是,指挥中心并不知道两人确切的降落地点,他们只能盲目地派出直升机搜寻,这下完蛋了。 在降落的三小时后,由于迟迟等不到救援,搭档就升起了一把火取暖,而男主则发射起了摩斯电码。 但由于两人的位置过于偏僻,指挥中心根本受不到。 不过,附近的一位无线电爱好者却收到了两人的信号。 但由于此时的苏联私自使用无线电属于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, 无线电爱好者的妻子为了保护丈夫,就不允许他上报国家。 害得男主两人又在冰天雪地里待了六个小时,男主再也控制不住了, 他独自走到一处山崖并朝天空发射起了信号弹,结果却收不到任何回应。 于此时,那名将军也耐不住性子,又要放弃两人,并准备向全国宣布, 两人在着陆过程中死亡的消息。 男主回到飞船旁边,搭档却一寒冷又昏迷了过去, 男主一边拂去搭档身上的血,一边给他讲着笑话,让搭档保持清醒。 终于,那名无线电爱好者的李志占了上风, 他不顾妻子的阻拦并冒着被逮捕的风险, 在半夜里将男主的大致位置告诉了指挥中心。 此时,距离飞船着陆已经过去了九个小时, 总设计师立刻派出附近的直升机开始搜寻。 然而由于此时天色已黑,两名驾驶员根本看不清, 总设计师让他们耐住性子,因为降落伞是很显眼的,不可能看不到。 但没过多久,直升机的燃油却要耗尽, 总设计师只好命令他们返回。 就在此时,已经快被冻成冰棍的男主两人, 则颤颤巍巍地举起手,朝天空发射了最后一枚信号弹, 驾驶员发现了他们,并将两人救了回去, 指挥中心一片沸腾,而总设计师也着实松了一口气。 在飞船出发的三天后,男主两人乘飞机来到了机场, 家人同事已经等候多时,还没等男主下机, 女儿就冲上前去,父女俩幸福地拥抱在一起。 本篇改编自《真实事件》,1965年3月18日, 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、阿尔西伯维奇、利昂诺夫 完成了太空行走的壮举,成为了人类史上太空行走的第一人, 整个过程可谓是显向还生,好在两人意志力强大。 最后呢,喜欢听兄弟叫故事的,也别忘了加关注哦, 我们下期再见。